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一章我们要读一段非常精彩的记载 那就是雅各决定离开拉班和家人逃走 拉班追赶雅各 神介入 让拉班没有伤害雅各 后来双方交涉 彼此立约 互不侵犯 拉班也就是雅各的母亲立百家的哥哥 他的儿子因为看到雅各日渐壮大 就跟拉班说 雅各把他们父亲的所有的都夺去了 并借着他们父亲的得了一切的荣耀 雅各自己也觉得拉班对他的态度不如从前了 这时雅各对雅各说 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 到你亲族那里去 我必与你同在 于是雅各就把他从雅各那里领受的信息 告诉了他的两个妻子 拉杰和丽雅 并且跟他们回顾了这么多年他服侍拉班的苦难经历 他说 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 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你们也知道 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 你们的父亲欺哄我 十次改了我的工价 然而神不容他害我 这里我们可以留意到雅各对神的感恩和信靠 他说 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然而神不容他害我 可以看出雅各这么多年都是倚靠神 才能走过这一段艰难的日子 接着雅各又讲述了神帮助他所养的羊群 都是有斑点的 而且在梦中神的使者告诉他 凡拉班像你所做的 神看见了 他是伯特利的神 雅各在伯特利用油交过柱子 向神许过愿 现今雅各要起来 离开这地 回他本地去 雅各的两个妻子 拉杰和丽雅 都支持雅各离开拉班 于是雅各就带着他的儿子和妻子 就骑上骆驼 又带着他在当地所得的一切的深处和财物 往迦南地他父亲以萨那里去了 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 于是拉杰就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 雅各背着拉班 带着所有的就偷偷逃跑了 拉杰为什么要偷神像 据考古学家解释 当时如果女婿拥有家中的神像 就代表拥有岳父产业的继承权 所以可见拉杰是有这个私心的 而这个神像之后也惹出一场闹剧出来 雅各逃走的第三日 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走了 于是拉班就追赶雅各一行人 追了七日后终于在激烈山就追上了 可是这时神在梦中对拉班说 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这时候神介入了 他在保护和看顾雅各 在拉班的心里动工 神可以对一切信他或不信他的人说话 所以我们不要低估了圣灵的能力 拉班追上了雅各 就质问雅各为什么不说一声就偷偷走了 还带走了他的女儿 也不容他和女儿和外孙告别 也不给他机会欢送雅各离开 当然我们不知道如果拉班提前知道了 他是否真会像他所说的这样放雅各离开 因为他有七哄和十次改工价的前科 但是拉班说 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 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 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这真的是神能力的彰显 神改变了拉班的心意 接着偷神像的唠句就来了 拉班就问雅各 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 不得不去 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 雅各其实完全不知道拉杰偷了神像 于是他就让拉班尽管地搜 如果搜出来你就拿去 结果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了骆驼的骆楼里 他便坐在上头 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 这时拉杰还对他的父亲说 现在我身上不便 不能在你面前起来 求我主不要生气 就这样拉班也没有把神像搜出来 那这时雅各就大怒了 他就斥责拉班 并且把这么多年拉班如何苦待他 又述说了一次 然后他讲到了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不是我父亲以萨所敬畏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 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 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 就在昨夜责备你 所以我们看到 雅各随时都归一切的荣耀和感恩给神 第31章最后 拉班和雅各就在众人面前堆石头立约 当时的习俗就是在立约的时候要堆石头 肇事子孙 拉班和雅各互不信任 所以要用立约来保证以后互不侵犯 拉班说 我们彼此离别之后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见察 你若苦待我的女儿 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 虽没有人知道 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 你看我在你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 这石堆做证据 这柱子也做证据 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 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 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 也就是他们父亲的神 在你我中间判断 于是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启示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 神真的可以介入 圣灵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 神介入 对拉班说话 让他不能加害于雅各 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跟我们有过节的 有不好相处的 我们惧怕的人 我们可以求神在他们心里动工 对他们说话 改变他们的心意 也让我们能够知道 怎样更好的与他们相处 怎样来解决这些过节 挪去我们的惧怕 因为神是成就奇妙大事的神 而越是有这样的人或者是 我们就越要为对方和这样的事来祷告 因为我们的神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介入 也可以在任何的人心里动工 感谢赞美主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podcast 祝您和家人有平安喜乐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